我们学校是互亲共建的一所学校 我们的孩子来自牧区 总书记非常关心孩子们的吃 住 学习 关心他们生活是不是能够适应 我们会按照总书记的指托 把我们的孩子生活上照顾好 学习上明明好 让我们的孩子们形成中华民族大家庭 这样一个概念 他祖先教授 我给他讲我加强变化的故事 问我家有鸡头牦牛 问我草场的问题 西爷爷来看望我们 尽心被增 下定决心到需要我的地方 出自己一份力 鼓励我们 我觉得努力学习 自己的梦想也能成真 很自信 总书记关心孩子们的生活 学习 对孩子们尊尊教诲 对我们原亲工作的指导 感觉到使命是非常光荣的 各主而你 都叫助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这个是总书记一再强调的 作为原亲老师 他用我们的大爱 去自论和引领国家的孩子们成长成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